大家好 今天终于把车订了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这个视频 说明我应该是提到车了 这个视频距离提车估计一周左右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订车以及最后落听选车的一个经历 视频可能有点长 现在我已经从4S店回来了 交了6000块钱 最后我选定的是 一气大众的缆寻首发版 现在是2023年的3月16号 昨天是315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我觉得差不多了 就在我在签合同 或者说在谈最后的价格的时候 我姐亲姐过来个电话 说先贴买车 等到6月份再买 现在买 跟那时候买 至少差个1万块钱 什么这个哪个的 他说这个我都知道 也知道他是为我好 但是呢 我决定了 决定是有很多原因的 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 经常看我视频的同学应该知道 缆寻的首发版 这辆车是在去年 二二年11月前后上市的 有一千台首发版 我是今年一月份开始看车 元旦的时候 看到现在也两个多月了 第一眼我就相中了大众的缆巡 那个白色 白色的 顶是黑色的 车宽 车高 里边内部空间高度 你看我这个 那个车都很好 但是 好像是优惠三千块钱 三十万五千九的 巡油版的车架 三八零的高功率发动机 这换补贴好像 一万 北京这边的 我这是金牌 总之 优惠力度不大 另外这个巡油版的配置 很低 没有座椅加热 三十万块钱的车了 新车没有座椅加热 没有360 轮胎 没有胎压显示 只有胎压报警 轮毂还行 是二十英寸的 那个轮毂花纹 我也很喜欢 需要自己 再单独加冬机包 防线盘加热 座椅加热 就有了 两千五 后排隐私玻璃 一千 360 是三千 但是没货 想生生不了 但是首发版 那辆车是有货的 另外 还有哈曼卡顿的音响 它默认好像是九个喇叭 哈曼卡顿是十四个喇叭 音响需要四千 所以说加不加 得需要加个一万多块钱 另外白色的 还得加两千 三十五了 算上过之税 那这个价格 那可选择的很多了 像什么探险者 什么的 这个那个的 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这张车 真不值这么多钱 如果降个三四万 我觉得很值 我很喜欢它这个外形 特别是白色的 白色车身 黑色车顶 另外那个样 那个前脸 那个后屁股一般 整体感觉 我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是各花入各眼 很多人喜欢这辆车的黑色 但是我觉得到白色的挺好看 这是说今年一月份 是和缆循制有缘分的 因为价格贵 后来我就看了 昂克V福克的锐介老款 然后看了昂克奇 凯迪拉克XT5 还有雪铁龙的C5 Aircause天翼 还看什么了 之前做了很多视频了 现在这视频做到第八个了 然后还有后来的锐介L 汉兰达没看 日本韩国国产都没看 新能源也没看 还有大众的图昂 X图昂 还有懒静都看了 为什么选图昂呢 因为便宜 上来就优惠四万 再加上一万的勾置税补贴 这就优惠五万 很便宜 特别是三月份 让那个雪铁龙C6给闹的 一月份过年之前 看了懒静之后 就再也没想过懒静 那辆车我很喜欢 但是那个价格我不认同 现在买了肯定是认同了 就在前几天 我在看大众图昂 有一家4S店 我提前问过 那个女孩呢 总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店里看 然后我没看 因为图昂是七个座的 其实大家优惠都差不多 我也问了几个4S店了 因为他们家 也没比别人家 那个便宜多少 然后呢 他给了他一个姐妹 是一气大众的4S店 然后他那个一气大众的姐妹 就问我 你是要选那个啥啥车吗 你可以到我们店来看看 然后呢 我说你们家缆巡 现在是多少钱 然后他说 是金牌吗 我说是 他说要那个 贷款吗 我说可以 他说 金牌置换 补贴一万八 车款降价两万二 这一下子四万下来了 那三十万五千九的价格 一下变成二十六万五千九了 巡游三八零高功率的 可以了 这个价格 立刻我就心动了 第二天 我就开车就去看着了 谈完之后呢 有一个小插曲 或者说是一个潜规则 到店之后 还是这个价格 并没有太低 还说到店谈 到店谈是一样的 反而还加钱了 加在哪呢 他多了一个装饰 六千块钱的装饰 还必须得选 我说这玩意儿 我宁可到外面去贴个膜 另外只有库存的 他们家的车 有的是加东西包 有的是没加 有的是白色的 有什么的 我觉得也可以 毕竟二十六万多的价格 我同时在选的是瑞杰L 那瑞杰L呢 明天发布价格 你看 今天我就把订金付了 我转过两天 我又到了第二家 一系大众4S店 然后问了一下 先打电话问的 他说优惠 还到店谈 谈了半天之后 置换补贴是一万八 一样 车款优惠两万 我这也行 但是他家那个装饰 要八千八 里边有一个电动脚踏 就是大众的脚踏 我说这个有点贵 因为我没决定 从他那买 也没决定 是这个型号 所以说 先不能申请领导 只有我觉得差不多了 从你家店买了 我才会出手 再往里砍 看砍到哪算了 然后第一家店 那个小伙 他给我打电话 说现在有首发板 这个巡游的首发板 跟别人家的车 或者跟大众的车型 不太一样 他这是22年11月产的 对吧 上市的 他有一千台首发板 这个首发板 是巡游版的价格 三十万五千九 但是比巡游版多了 三六零 后排隐私玻璃 加全车玻璃的 这个夹胶玻璃 这是一千 三六零是三千 然后是换成 二十一寸的大龙骨 二十升二十一 然后车台也从 二五五变成了 二六五很大的 然后还有一个 四千块钱的 哈曼卡顿 加了这四亚东西 核算一万块钱 它这套东西 不是卷装包 它是直接生产在车里的 因为现在我问我 从一月份我就问 因为缺芯片 巡游版是不能够单独配这个 三六零全景影像的 它没有芯片 这个首发版呢 是它开始做的那一千台就有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卖了 按说应该早就卖完了 第一家4SZN的小伙 他跟我说 哥现在有这个首发版了 五十台 但是都是山青灰色 山青灰 我看过那个山青灰 这款车的山青灰 跟大众图昂 还有图昂X那个山绿灰 那什么绿的那种灰 不太一样 但也差不多 懒寻的这个山青灰 不讨而厌 但是你说多亮吧 不如那个黑白配的第一眼 给人的冲击力好 但是不难看 也不能说多喜欢 挺个性 也不说多个性 反正可以接受 但是不讨厌的那个山青灰 等我媳妇下班 我就带她去看一下 顺便看看价格 如果价格合适 我就直接从那定了 看了 我媳妇觉得这个颜色没问题 这个样子没问题 因为这两个月 她也没看这个车 又让她看了看 瑞介L我也看了 但是瑞介L 照着这个缆巡这个车 里边的这个内饰的用料 差一个级别 瑞介是和图昂L 他们是一个级别的 但是瑞介的空间大 发动的铝基 可能转速 或者是力量更大一些 要不我就买瑞介了 瑞介我不是很喜欢在哪 它那个是六座 而不是七个座的 有第三排 对我那是五个座就够了 我不想像有些人这种想法 同样价格 能买六座不买五座 能买七座不买六座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五个座够我用了 空间大 头部空间大 左右空间大 动力够用 不能太肉 就够了 油耗呢 别太高 12个我能接受 那个车是 它写的市区是10.68吧 然后最高线是11 我现在这辆雪铁龙 还被我开出来个10.8 10.9呢 这个1.6开这么多 12我就能接受 直接说落地价 落地价砍到了30万5千 销售没办法 我知道销售很好 但是它有它的全线的上限 它也申请领导 那时候都下班了 后比参加嘛 然后今天呢 我又到了另外一家店 不说名字 同样是首发山清辉 最后落地是29万8 里边包括什么 车款30万5千9车款 然后减了个2万5 分期减2万5 然后再减了一个 1万8的购置税补贴 然后保险大概7500 送了3000块钱的装饰 都是大众的牌子的 我觉得这可以 如果别的牌子 我觉得没有意义 大众的牌子还可以 包括贴膜是强生的 贴膜 还有脚垫 还有行车记录仪 就是这么几二东西吧 不多 够用了 厂家是送4次保养 就是一个手保是送的 再加4次 然后店里边又送了4次材料 不包含人工 也挺好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99带1000的券 又申请 最后是29万8千块钱 提到了一个380TSI的 叫什么DK高发动机的吧 好像是一个新发动机 和兔昂 兔昂X还有揽静 不一样的发动机 挺满意 这个事儿相过去道